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舒佳宏 现在跟大家讨论分享一下 上海昆山台山虽然逐步复工 但是上海封城 也衍生出许多的民生的乱象 那么五一廉价 而且北京突然收紧这个封控 似乎有风雨雨来的感觉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连线 连线分享这波疫情下中国的现况 连线来宾是远见杂志 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 邱副总你好 律师你好 各位集中朋友大家好 这个上海封城 封城的时候 我们就只想到以前我们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好像上海封城似乎是更严重的状况 丽燕你观察到什么现象 就是传出很多求救的声音 求救 这个怎么说 因为上海封城是蛮严格的一个措施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逐步出户 都要在家里 那因为它封城也非常临时 那所以很多人突然接到这个封城的命令的时候 可能只有半天的时间去准备 所以大家都去超市市场 赶快去买菜买一些民生用品 可是因为它封得太久了 它从三月底的时候 开始一直封到现在 已经有些人就封了三四十天了 那你之前半天去买菜 买了那些菜根本就不够吃 所以后来上海在大概四月中的时候 就发出很多吃饭问题的一个警讯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居然在上海这样的首善地区 也要为吃饭这种事情来伤脑筋 这连吃饭都伤脑筋 不过我其实我也 我想说它如果只有半天时间要去采购 不知道买什么东西 不然能买什么东西才好 上海他们有 后来就有出了一个采购清单 然后它主要是分几大类 一个就是米面这类主食 然后主食还要最好是买那种 比如说真空包装 因为要封那么多天 如果买那种带装的 有可能会长虫什么的 就不容易保存 然后还有蔬菜 蔬菜还要分 因为它封的时间太长了 蔬菜还要分几大类 比如说是三到五天内要吃完的 五到七天内要吃完的 然后可以放十天以上的 就只有一个这样的list 在网络上流传 对啊 你看它现在你说不能出户 就不能说随便去买东西 我看这个报道上好像 路上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啊 那吃饭怎么办啊 就是怎么去买 就是现在除了上次 你说刚刚一刚开始的时候 有半天可以去买 可是那现在的话 它怎么拿到这个食物呢 是有两种方式啦 最近又出现了第三种 前两种 一个就是说 他们的社区啊 他们会有那个 就是市政府发给你的那个物资 一项一项的物资 然后通常都是会有菜啊 有油啊 有米饭 有米这类的东西 但是那个量都是很 不是很足够啦 然后而且听说是有人被分配到 每一次都被分配到红萝卜 红萝卜 会被吃变小白兔 后来就吃到怕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 每次都被分配到青椒 然后就觉得 他们就觉得很哀怨 然后另一种方式是 他们会 就是自己那个民间 自己组织团购 就是说他们有微信嘛 他们就在微信里面 他们还有出现一个新的职称 就是团长 不是军团的团长 是那个团购的团长 然后团长就会去 负责张罗 就是说他可以在哪一个管道 哪个地方 然后买到什么样子的物品 然后他就发在那个 微信群组里面 然后同一楼的人 他们就会开始就是说 我要几个 我要几个什么 我要几个什么 然后就变成要团购 我这样团购 看起来要在社区内 可是有人 他如果没住在社区 不是就惨了吗 对啊 尤其是老人家 老人家不太会用微信啊 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团 所以就是还是 就是在这种仓促的 封城措施之下 有些人真的面临 很悲惨的处境 对 而且我刚刚想象起来 你看如果说是送 送物资到社区 可是又怎么办 然后而且菜如果说 叶菜类好像就没有办法了吧 对 所以 所以在这种配套 没有到位的时候 就是会有出现很多的乱象 然后我觉得最 最 有一点夸张的是 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情况 因为上海不是 在四月 一整个四月 大家都在抢菜吗 你抢得到菜才叫幸福 对 然后北京 北京现在开始 有出现了大概十几例 这样子的确诊病患 然后北京看到 上海出现这种 封城 然后抢菜的这种 然后逐步出户 然后被关在家里 三四十天的这种惨况 北京人就吓到了 然后北京 一听说 有人确诊 然后民众就跑去市场 跟超市 也开始抢了 可是北京根本才十几例而已 然后他们就开始抢菜了 而且抢菜 还不只要抢菜 他们还要抢冰箱 抢冰箱 对 菜可以放多久 因为要封三四十天 你一个冰箱可能不够装 所以现在 北京街头就出现 那个快递员 他们载冰箱 然后载了一大车的冰箱 都大概十几个冰箱 然后放在车上 然后这样载到小区 然后都觉得很夸张的一个情况 哇 所以抢物资 抢冰箱 可是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电的话 冰箱不就没用了吗 电还是会有的 电还是会有的 对 好 那像这样子的 像这样 大家在抢购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是最抢手的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理财生活通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有什么东西 假设是以物易物的话 那如果在那边抢什么东西 是最有价值 让如果跟人家换的话 会换到最多东西 听说是可乐 可乐 对 因为你在那种 逐步出入 然后被封锁在家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久了 久了之后你就会闷 然后就会抑制消沉 而且好像这个疫情 没有结束的一天 这时候你就很需要精神的抚慰 对的 所以可乐就变成一个 很热销的一个物资 而且还可以用可乐来换东西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继续分享 来的可乐 中广流行网 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舒嘉宏 我们在讨论可乐 原来是在上海封城 最有价值是可乐 没想到吧 连线来宾是 远见杂志资深副总编辑 邱丽燕 我们继续跟丽燕来讨论 可乐 可乐可以换什么东西 丽燕 因为上海有钱也买不到菜 所以上海就出现那种 以物易物这种传统的交易方式 那他们有做了一个这种 以物易物的这种 交易金字塔 然后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 就是可乐 而且是无糖可乐 无糖可乐可以换到任何东西 真的无糖可乐 有糖跟无糖 他们是比较喜欢喝无糖可乐 是不是 就怕 可能怕疫情期间逐步出户 怕自己变胖 然后建议长期持有的 有厕所的那个卫生纸 然后维持高价持有的是啤酒 这跟可乐是有类似的意思 啤酒 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他们在这个交易链当中 那个葱变成建议持有 而且是两个礼拜后会看蛋 为什么会建议持有葱呢 因为葱可以在家 然后用水种 放些水 然后把葱丢进去 然后葱会继续长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 这个葱可能就不行了 就是可以割下来 就是上面割下来 下面可以继续让它长 就割葱 不是割酒菜 还好不是割酒菜就好 葱 可是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不会煮 如果今天不会煮菜的人不是很惨吗 如果这样子 它又给你红萝卜又给你什么的 那青椒跟红萝卜 我们不会煮的 对 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为什么上海 这次缺菜会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他们也暂停了 那个快递 快递又暂停 那怎么拿 所以就是怕那个人数 与日俱增 要控制人数 所以快递也停了 所以快递就没有办法送这些 那个餐点外送到家 你看我们台湾 台湾居家照护 虽然在家自我隔离 但是还是可以请坏地 但是上海是不行的 我真的 我就觉得我好 如果今天我在上海我可能完蛋 我可能只能自己弄水煮的 水煮的 有些人就只是吃泡面 然后吃了一整个月的泡面 吃到后来都快吐了 没有教人家怎么去煮 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 就是大家都想不到上海居然会这样 然后你知道吗 那个上海 就大陆有一个很特殊的防疫措施 叫做防长医院 就是把那个确诊 然后但是轻症或无症状的人 就转送到这个防长医院 就集中嘛 就集中让他们在那边 等于算办隔离 又要办治疗 对 因为那个医院有得吃 有得喝 然后没有 就是大家都在抢菜的 就想说 拜托我确诊一下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顿顿有得吃 就进入防长医院 然后三餐不用再烦恼 这个是这个蛮好的点子 对就很夸张 这有点夸张 这有点夸张 所以进去医院人都不要出来了 是啊 通通不想出来了 然后现在有网友戏称 现在上海已经变成阴阳两界了 怎么说 阴阳两界 阴就是你确诊 你PCR检测阴性 然后阴性 阴性的人就是要每天 在那边早起 然后抢菜 然后抢物资 然后阳呢 就是你PCR检测阳性 然后因为吴震中又轻症嘛 然后住到防长医院 天天生龙活虎 然后伙食也不错 真的很贴解 然后大家现在特别想去养健 对对对 不要去阴间还是去养健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那边开玩笑 其实那边的人是很心酸的 是啦真的 有时候这样的话 其实很难想象 那工作怎么办呢 像这种昆山啊 有很多台厂也停工 那我们台商 在这停工之下 该怎么面对呢 对 4月26号的时候 我有上那个 我们的资讯观测站 去输入那个停工 或生产调整的关键字 然后一检索之后 就发现 4月1号到21号啊 我们的上市贵公司 帮大陆子公司 发布的停工公告 超过300则 哇这么多 然后其中有 合硕广达 新兴巨大 这些重量级公司 就可以想象 这个昆山 这个台商的大本营 这个生产 和上下的供应 受到多大的冲击 对 这个就跟封城 应该是紧密的关系了 对 那上海现在是 大概在4月16号的时候 有宣布了第一批的 复工名单 有666家 但是不要以为宣布可以复工 就代表你可以正常生产了 不是吗 就是复工就好了 他们是在这个两个礼拜之内 才慢慢复工了七成 那复工七成之后 那运送会有问题吗 对 物流就是最大的问题 像特斯拉 特斯拉的状况就是 特斯拉已经在 不好意思 已经在4月17 18的时候 特斯拉的8000名员工 已经陆续返回工厂 然后他们现在返回工厂 就是要吃在工厂 住在工厂 不能出来 然后 他们已经恢复了 生产这个电池 还有车子的生产线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在苏州这边的供应商 大概100多家都没有办法供应给他们 那只有在浙江 浙江这边是比较有保障说 可以把那个相关的领组件送过去 所以他们的复工 他们停工可能就是一天 一个命令 下一个命令 但是他们的复工可能要两三个月 就是可能做一些 可能还要等到物流 对 所以等到物流 所以你说浙江的部分 比较还可以停用它一些运送 所以苏州那边就比较没办法了 对 因为苏州受到上海疫情外溢的影响 也是有停产的一个状况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输入那个关键是有300多家 都停工了 对 像这个是属于大公司 上市上柜 或特斯拉大公司 那我们台商的中小企业该怎么办 中小企业 我有问了一些台商 昆山的中小企业 他们现在就是感觉也是很无奈 昆山现在的复工情况是说 他们会设那个无疫区 疫就是那个疫情的疫情 无疫就是无疫区 就是说这一区的工厂 都算是无疫区 然后这边的工厂 就可以继续生产 但是它这个无疫区的企业要付产 有很多的要求 比如说要有集体宿舍 然后首批复工人员 要是这个工厂的50% 一半的人要复工 然后而且是住在本地的 不是外地人是住在本地的人 才可以进去工厂工作 然后这一个月内都必须 吃住在工厂内 然后不能够出厂区 然后当然也是要常常做PCR检测 这个也是跟关在里面差不多 差不多了多少 对就是你关在 关在那个无疫区的工厂里面 对那你看那个工人会愿意吗 所以就是有很高的门槛 真的是很高的门槛 所以在关在家里面 真的是不知道今夕是何夕 对吧 对 那如果有人说 他有私家轿车想要冲出去 有可能吗 应该是 不可能 朋友都会在微信群署里面 建议他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要离开昆山 他在离开的那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那个 算是那个海关 关卡 对 然后要出示24小时之内的PCR阴性证明 对 然后那谁要帮他开这个证明呢 是社区 对 但是社区一定不会开 因为如果他去到外地 变成那个他们叫喜羊羊 就叫阴转羊 阴转羊就惨了 对 然后这个社区就会被追责 然后变成灰太郎 好 非常高兴 今天时间的应付 我们感谢邱副总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舒嘉宏 现在上海昆山台商要逐渐复工 可是上海封城真的是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真的现在没有很难想象说 真的你就没有饭 没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也不能出去 其实最讨厌是不能出去 如果像家里有小孩就应该很懂这个 如果两个小孩子在家里的时候 几乎是天翻地覆 对不对 那他没有办法出去 又要在家里 没有东西吃 真的很难想象这样生活 尤其是就算你有车 好像也没有办法随意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现在连线的是远见杂志资深副总编辑 邱丽严 丽严 再帮我们再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为什么在就算自己有车子 然后那为什么这个社区不愿意帮你做这个检测 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上海还有昆山 他们现在实行严格的风控管制 那所以他们的车辆出入都要扫码 他们要扫一个二维码 然后还要有一个通行证 因为他们疫情病毒扩散 所以他们用很严格的方式 人要在屋子里面 然后车子也不能够乱动 但是必要要运送 一定要运送的东西 那货车的话要有通行证 哇有通行证 那通行证要怎么样才会发给你啊 就很少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的 然后那个开那个货车的司机 本身也要有那个PCR阴性的证明 所以那个车子少 然后人又要被这样在过关的时候要检验 所以那个时间就会拖很长嘛 所以整个华东地区的物流就大乱 哇那物流大乱 但其实对中小台商是更惨的对吗 对他们就算是这个全球制造业重症的毛细血管 那他们他们如果说他们的血管堵塞了 他会就会影响到整个血脉的运动 所以就会觉得说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分析师观察家都在看说 这个上海封城还有怪异到昆山苏州这个情况 会对上海的GDP造成多大的影响 看起来会比第一季还要差 哇那真的 那如果说像这种生产成品也没办法外销 那资金周转这会不会变成说未来会有一些倒闭的可能性呢 这个我们还不敢说 但是现在上海是上海还有昆山他们是努力的复工复产 像上海应该是4月30号公布的第二批的复工复产白名单 大概有300多家 然后这300多家大概以汽车业为主 所以说汽车 所以看起来如果说是在这波疫情的话 那虽然风 虽然有很多的封城 那所以汽车业好像会比较快 会比较 感觉上会比较快去复苏起来 这个还有再观察 他为什么要先复苏汽车业呢 最主要就是说上海的很多汽车的供应链 事实上它会联动到其他国家的供应方式 供应的生产线 比如说上海某一个自动化的工厂 它停工了 然后它不能够做事的话 它的领土圈运不出去 然后可能海外的汽车工厂 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做 所以它这个是先停 那在这波封城里面 有没有哪个产业 它是反而是因为封城而反而比较红的呢 我觉得是直播产业 直播 就是台湾有个艺人叫柳根红 柳根红 对 其实大家对他 他并不是非常红嘛 可是他在那个上海封城期间 他从过去明清变成网红 只用了七天 然后他在4月23号那天 他的抖音粉丝就直接破了4000万大关 然后再过三四天之后破了5000万大关 然后他就是用直播抖音直播 然后他跳 他在抖音里面到底播什么内容呢 是叫剑指操 剑指操 对 就踢剑指咯 其实没有真的踢剑指啦 但是但是但是他很多动作是从那个剑指当中得到灵感 然后他配音是用那个周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然后我有上去看了一下 我发现他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 磨性 然后非常的 非常的活跃 你是不是跟不上 而且你这样跟得上 你跳到最后 你会觉得 让我死了吧 背到不行 但是就是这样子 非常燃脂的一种 健身操居然在大陆爆红 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就是说 大家被关在家嘛 然后无事可做 所以就来健身吧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刘更宏他这个直播的方式 他跟以前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台湾也红过一阵子那个健身APP 但是今年就还好 刘更宏他做的线上直播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说 他会懂得跟观众交流 而且他会丢很多的梗 跟那个粉丝互动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要丢梗 像我们广播也要常常丢梗 我今天就没丢好 不好意思 台湾没有丢好梗给你 哪有 像他刘更宏 第一个梗就是夫妻党健身 这种就会形成差异化 然后他们夫妻一起健身 有时候岳母也会被拉来一起做操 然后岳母跟夫妻常被操到一脸身无可恋 就很好笑 很逗趣 然后很容易感染观众 真的真的 在这个封城的时候 的确网路还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上海全部 甚至其他人都看得到这部分 好像也会有其他的明星 歌星有在网路上有一些 是不是有其他的活动 有一个很有趣 一个是李立群的故事 然后一个是那个彭于晏的故事 你想先听哪一个 李立群 李立群我对啊 李立群他住在上海很久了 然后他这次也被封了 然后我们这位那个国宝级的演员 他在封城的时候 他就每天也是po出 在抖音上po出 在微博 在微博上面po出他的生活日常 然后因为很搞笑 然后也让大家觉得说是那种 这样的明星 但是他也是过着非常 清平的生活 就是没有菜可以吃 然后而有一个白菜豆腐 他就觉得是盛宴了 然后就让大家觉得还蛮好笑 然后他还在阳台上晒太阳 说这样可以增加维他命D 然后大家都觉得他真的很可爱 那也很真实啊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好像大家喜欢很真实的人 那彭于晏呢 彭于晏的话 就是说大家都疯在家嘛 实在是太无聊了 然后又疯了很久 然后就他们有一些比较 比较有 比较有分享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一些人 他们就在阳台上开启了阳台音乐会 阳台音乐会 对他们就把音响啊 然后喇叭麦克风啊 摆在阳台上 然后开始大声的播放各种热门的音乐 然后刚好有一个晚上 然后大家就谣传 那个小区是一个豪宅啦 豪宅的社区 然后他就谣传 因为彭于晏住在那个社区 然后大家就那个社区的人就谣传说 那天晚上彭于晏要开演唱会哦 所以所有人都把那个灯 在晚上的时候都把灯打开 然后等待彭于晏要出来唱歌 结果到了时间真的有一个声音传出来说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然后所有人听起来 那好像彭于晏的声音 然后所有人都尖叫 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那个 跟着那个阳台播放的音响 然后一起载歌载舞 然后播放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然后我有看那个视频 那个声音真的很像彭于晏 可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去追查 他不是彭于晏本人 而是他以前在某一个场合说过的话 然后拿到这边来给人家再播一次 然后大家以为是真人 其实不是 哎呀不管不管是不是真人 大家开心最重要 这么闷的时候一定要开心啦 对所以后来就很多人仿向这个模式 然后大家都在听命开那个阳台音乐会 音乐会太棒了 然后还放烟火 然后打灯 然后用那个手机的闪光灯 一直在那边闪闪闪 然后好像就是我在这边咬起呐喊 很开心 要开心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那个栗燕 一起来分享这个上海封城的 不管这面对要什么状况 还是要开心 还是要理财 总会有人赚钱 总会有人开心 想办法理财 想办法开心 我喜欢亦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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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